字幕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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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的素人對象 HIGHLIGHT打的很厲害耶 那應該是來踢館的吧 還是可能是照片 你在看我的IG嗎 你是誰啊 我是Luffy啊 有視的路人 離不開他那個黑眼圈的視線 兩顆Olan 那你會有什麼樣子的彩妝困擾呢 就是我平常的妝都用得太重了 我今天就是想說情人節 幫你們幫我畫一個比較 讓我男友怦然心動 你們可以幫我吧 當然 幫他選用偏粉色的角色霜 因為他其實是算白的 他過敏揉出來的黑眼圈 效震完之後 你會發現他的膚色其實已經是偏白色了 女生真的是 就不知道到底要超XXX 說他皮膚比較容易乾 還有換劑會容易有脫皮問題 那這支保濕度除了好以外 他可以有散發出透亮的光澤 因為我們其實可以透過光的效色原理 去修飾我們暗塵 不一定要用白的紅色 用遮瑕膏也要特別注意 因為遮瑕膏通常他本體含量會比較高 但是如果銀類的用助改的方式 一起去幫他按遮的話 很容易會有眼下卡細紋 所以為什麼要用校色雙線體量 是可以先減少你遮瑕膏的用量 其實我看到他的眉毛只有前段是比較濃密的 那他們在下鼻的時候 可能大多又習慣從眉頭開始畫 所以就會產生就是眉頭過深 其實在你的眉毛你要著重的部分 主要會是在我們尾巴 他跟你的眉頭前段的一個銜接處 會比較容易產生落差 因為他的眉頭其實是比較粗硬的 當你用了棕色去配合他髮色的時候 他的眉毛的銜接度會變得不夠好 所以其實我也有用一些藍眉膏 讓他的黑色的毛髮看起來可以更柔和一些 那他在銜接上面的話就會更順暢 在晴晨節眼妝畫法的部分 我會先用比較提亮的淺色 可以改善我們眼周皮膚比較容易暗沉的問題 那接著的話呢 我就使用橘色的一個漸層 然後慢慢的讓他轉向成桃紅的色系 最後也會用帶點金色的色調 讓他在臥蠶的部分 去做一個眼睛明亮度的一個點綴 可以讓他的眼神看起來更閃亮更動人 我選擇的話是比較偏水感質地的嘛 就算讓唇看起來水水嫩嫩然後飽和度很高 想要一個澎潤的唇啊 其實光澤、澎潤這兩個重點很重要 那這個的話我們可以利用透明的唇蜜 來做最後的疊擦 來達到有一個澎潤的效果 這樣的顏色滿襯膚色 而且其實任何人都可以去駕馭這樣子的村莊 那我們今天因為就是要創造一個優惠妝了嘛 我們幫你選擇比較粉色的一個甜美色系 打亮的話譬如說我今天使用的是 屬於比較液態的打亮 液態的打亮的話比較適合任何服務 輕的按壓上去 不要太大力 它就是這樣輕輕的貼上去之後 把打亮液這樣放上去 它就會呈現出自然的關折感 它關折真的很好 而且不會結塊 其實我發現它其實也可以變得非常的天美可愛 完全不一樣 終於認出它是愛情商的人 呵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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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